大家好,这里是刺猬电台 我是你们的马老师 马克思马俊 今天我们请到了一个重量级的嘉宾 有多重 我不知道他有多重 但是我知道他们在健身房举起来 足够重的牙龄 我觉得傻别大家都很熟悉了 所以一般其他的嘉宾来之前 可能都让大家介绍一下 你之前的经历啊什么的 但我觉得你的应该就不用再介绍了 对,很华丽 很跌宕 很起伏 很江湖对吧 OK,怎么想的今年会过来参加 本来我们都来了嘛 C-BRA三兄弟都来了 所以小胖不是说了嘛 有他一个人在长沙的话 他觉得太无聊了 对,所以他一起来了嘛 就发生了意外 对,觉得是意外 这个意外太突然了 对,还引起了一些纷争 口角 但没什么对,都已经平息了 对,都会被解决的 因为傻别最擅长的就是平息这些江湖的纷争 但是也不要轻易的触动到 对吧 因为也是有很多歌放在那 这次排选的时候是个什么样的状态 跟小胖排到了前后嘛 觉得哎,怎么会这么巧 应该是安排的 对 想给你们来一个 来点故事线的时候 哈哈哈 我不知道我不知道 但是还是挺稳的 Chris初选考的我 很顺利吗 直接就拿到了 直接就拿到了 OK,稳的对吧 所以也没什么波澜 对,没什么波澜 JSC唯一的波澜应该就是西娅吧 对,我们当时挺为他捏一把汗的 对 不过还好 也算是圆满 皆大欢喜 然后呢 60秒的时候呢 60秒的时候 因为也是在小胖那个之后 说完我那段晋级之后 说了一点话 我还是想说我搞不懂为什么功夫胖会被淘汰 杨和苏 不管是健身风还是说唱 我都给你好好招待 可能就引起了对方的兄弟不满 你不用不明白 你的兄弟为什么会淘汰 因为毕竟他的对手来自walking time 确实那一下我也是一点上头了 你们在现场的那个整个氛围怎么样感觉 很棒 跟我想的不一样 对,大家围在一起像一个cypher 然后也是要一对一 所以对那些选的歌 如果你不是很适合跟别人来对抗的话 就会有点吃亏 好好我选的那首歌 尤其歌词就是很适合身边有一个人 就适合那种硬碰硬的感觉对吧 对有一点挑衅的那种 对,我爸经常告诉我 鲁迅是把别人扯闲谈喝咖啡的时间用来创作 所以他是鲁迅 这次的比赛 因为中间小胖跟杨和苏比的时候小胖离开了 小胖离开之后 然后其实对cypher来说等于少了预言汉将吗 绝对的 那今年的整个这些赛赛的选手里面 你认为的比较出彩 其实我觉得VOB挺出彩的 他真的是挺溜的 但是很遗憾 也离开了 所以这个比赛还有很多不确定性的因素在 还有其他你觉得比较不错的吗 我觉得天津其实蛮强的 李棒棒 然后肯定还有一些传统强队 Noahs 对 韦赛 上下的哥们也挺抵抗的 有几个 那比赛里面我们知道杨和苏和小胖之间 因为我觉得节目播出之后 大家肯定会看到会很纳闷 对吧 为什么 对吧 小胖和杨和苏会会对到一起 对吧 其实杨和苏在那个发卫博的那个flag里面 就已经说了想挑战cypher 但是我们并不知道 是当天发的同时就进行了60秒 等于他那时候其实已经说了 但是你们都没看到 对对 所以说没那么有准备了 要不然就至少哎 心里面就知道会有这么一个事 对 当时的小胖的表演的那个强度啊 感觉肯定会不一样一点 我觉得那个其实是会多少会有点影响 对吧 那你当时说完之后 你觉得会把这个问题继续延续下去吗 还是你想把它就终止在这 终止在这里吧 因为狗哥也说了吗 这是一场游戏 大家把它玩好就对了 对不要那么多的火药味 对 因为当比赛播出的时候一定会有人 嗯 两边的对吧 活死人的 对对对对 肯定会又会大家互相之间会觉得 是不是有什么矛盾啊 误会啊 我也希望你可以借这个平台跟大家讲一下 这是这个比赛到底是个什么样的状况啊 耶 sup peace and love for 活死人 希望大家跟着我们的音乐摇到脖子疼 就够了 不要再去关注我们 因为我的那些话发生的口角 接下来如果还有一些 有可能会分到一起的话 就是csc或者和活死人的兄弟们 那就是大家拼作品 但是不会带着前面这个的影响 我也希望所有听众朋友们能够 关注到我们每一个rapper音乐本身 然后不要去制造一些其他不必要的矛盾呀 麻烦呀 或者去发教堂 人是人 歌是歌 事是事 没有人想这个事 绝对不一般 失礼一对5.3 所以要看得清拎得清 各位少侠 但我今天我的感觉就是你还没有彻底 炸开我感觉 对对对对对 因为毕竟这是一个不是我很熟悉的一个氛围 对 而且我也在回血中 体力啊 各方面 对对对对 娱乐性 我一直在期待的就是你的那个娱乐性 那个爆棚出来是吧 对那个豪放的出来 还是要收一点还是要收一点 不怕破节目 我觉得我太夸张了 夸张到发光雨 至于地面塌方 到小木子拉伤了 真的是有点伤了 哈哈哈哈 一套一套的啊 哎呀 可以可以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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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